嗨,蓝友们大家好,我是火凤凰,有一首诗写得非常好 人间最美四月天,不负春光与时行 随着清明节的到来,还有一句俗语说得好 清明前后,种花点豆 所以在四月份,是咱们养蓝人最忙碌,也是最开心的一个月 大部分的蓝牙已经出土了,温度也进入了蓝花最适宜生长的黄金季节 那么清明节至五一,蓝花日常养护的重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方面,如果你的蓝花长得比较旺盛 有八秒左右了,那么你赶紧给你的蓝花分株吧 如果你的蓝花已经栽种了两三年了 那么赶紧给蓝花翻盆换土吧 这样才有利于蓝花的后期生长 因为四月份比较适宜,等到五一之后,温度就逐渐的升高了 温度升高之后,伤口容易感染,蓝花也不容易浮盆 第二个方面,如果你家的蓝花 盆面还有水苔铺面的话,就赶紧取掉吧 因为水苔铺上之后过湿,容易导致炉头不通风不透气 刚长出来的形芽容易腐苗 再一个,如果你的盆面在冬季的时候 蓝花质料堆得比较高 那么现在这个季节,蓝牙已经出土了 炉头周围堆得比较高,也不通风透气,也容易造成腐苗 所以适当地拨开一点,让炉头露出来三分之一 第三个方面,如果你的蓝花有胶尖或者是江牙的情况 那么4月份赶紧给它翻盆 查明原因,如果是烂根了,就把空根,烂根,扁根都收拾干净 重新定制 顺便查看一下,如果是空根过多,那么就是浇水太少了 如果烂根太多了,那么就是浇水太多了 并且根据这个情况随时的调整你的浇水频率 一定要保持蓝花植料润耳不湿,蓝牙才长得健康,才能顺利地出土 第四个方面,秋天种植的蓝花 4月份一定要给它施肥 因为蓝花的秋肥和春肥非常重要 关系到蓝花长得壮与弱 同时关系到它秋季发花芽 也关系到剑蓝在这个季节萌发花芽 家庭室内用颗粒指料养殖的蓝花 没有腐质土养的蓝花,那样营养充分 所以除了剑蓝之外,其他的蓝花 要是以氮肥为主的三元符合肥 或者是奥绿好康多的固体肥 缓氏肥控氏肥 在这里我不展示用什么肥 以免有些蓝友怀疑在卖花肥 按照说明书上施肥就可以了 施肥的时候要做到薄肥勤施 浓度不要浓了,否则的话小弄芽受不了 灌根或者是烹施叶面肥 要选择在太阳落山之后 或者是大清早太阳出来之前 特别是烹施叶面肥和灌根食肥的时候 必须要选择在傍晚以后进行 第二天早晨清晨再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 同时要做好通风 开窗通风或者是用小巅峰扇吹一吹 给兰花食肥一定要秉承薄肥勤施的原则 命淡勿农 再一个新上盆的兰花 小苗若苗 得过病害处理过的兰花 这些都不要食肥 素养至少三个月 否则很容易出现肥害 第五个方面 进入四月份 南方的气温比较高 光照也比较强 适当的做个遮挡 但是对于我们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来说 四月份养兰花 除非是南阳台特别靠近窗户的兰花 在太阳比较直射 阳光比较强烈的时候 需要适当的遮挡之外 还是可以全日照的 我的兰花就在全日照 因为我家床后面向的是东北方向 早晨九点钟 太阳射进来之后 可以照到十二点钟 但是新叶片一定不能朝着光线那边 看我这盆兰花 前几天新叶片面向太阳光 结果给晒伤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新叶一定要面向室内 否则太阳直射的时候 新叶片特别滞嫩 特别容易被太阳灼伤 像这盆花四周都有新叶 所以干脆就不要放在窗台上了 放在离窗台一米以上的距离 散射光照射即可 第六个方面 四月份一定不能让棚面太过于干燥 过于干燥容易造成心芽枯萎 不容易扎根 过于干燥还会引起空根 瘪根 影响整体兰花的生长 所以一定要保持棚面和棚内的润耳不湿 在浇水的间隔时间段内 看到棚面干了 就适当的补点水 注意补水的时候 不要补到新芽的夜芯里边了 补水也要选择一个时间段 不能在大中午的时候补水 要在太阳落山之后 傍晚或者是大清早补棚面水 或者是浇水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喜欢我视频的请给我点赞关注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